舍夫沙万是一座充满色彩和抑郁风情的山城 也是我摩洛哥之行中的一个亮点 今天我想把这里介绍给大家 摩洛哥之行有让我很多之前没想到的地方 比如这里并不是只有干燥和沙漠 这里有海有绿洲有非常棒的公路 我们一路从汤吉亚开车两小时后 到了这座传说中的山城 被称为荒漠中蓝色海洋的舍夫沙万 进入小城后满目接蓝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蓝色 让你的人不由地放松下来 小城的中心有一个广场 广场上有餐厅咖啡厅纪念品店 吃饭喝咖啡我们一般更愿意找那些 不是游客聚集的地方 所以我们没有在这里久留 穿梭在高低起伏如迷宫般的小巷之中 小巷两边琳琅琅满目的商品 各种传统工艺品店 纺织品 小吃 杂货摊 传统服饰店 满眼的色彩 又到处散发着抑郁风情 仿佛梦惠玩世界般的不真实 这片水蓝色的世界里 随处的转角都有惊喜 虽然破旧但又有满满的细节 随处都是明信片式的风景 如果你是爱猫人士 这里有满街的猫咪 而且一点也不怕人 你看这里就有一只 直接爬上了小朋友的鞋子 挽起了鞋带 不亦乐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喝上一杯摩洛哥特色的薄荷茶 品尝摩洛哥的美食 舍夫沙万的小巷 百转千回 在这里满目皆色彩 满目皆人生